《政治發言人》 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討論過 接下來我們的林曉輪局長提出的 逮捕機制是怎樣去扭曲了選民的議員 香港實行比例代表制 怎樣為之比例代表制呢 為什麼這個逮捕機制 這次輪到哪個名單可以拿到 2號名單拿到一席了 因為有40票 然後拿到議席之後又將它除二 剩下20票 我們再對比4個議席 現在有1、2、3個議席分配了 25、20和10 很明顯1號名單是可以再拿到一席的 1號名單再拿到一席 1號名單總數拿到三席 2號名單總數拿到一席 3號名單是一席都沒有的 這個就是漢敵法 普遍我們周邊的國家就有澳門的 立法會的地方選區的議席 就是採用這一種模式去選議員出來 這個漢敵法 有些就用除二一路除下去 有些好像澳門那樣 他就不是將50除二的 第三個的議席是什麼呢 就是將100除三 第三個人嘛 除三 就是33.3 用來比較的 有些是除一一路以幾何形式的 配上去 有些就是這樣 香港的比例代表制 我們要用最大餘額以值分配法 那怎樣分呢 我們看看 先看看究竟這個是否符合到比例 那這裡有 我們現在有150 剛才這裡有150票 150票 一號名單拿了三分之二 二號名單拿了十五分之四 原來很複雜的 我們用這樣 一號名單拿了十五分之十 和三號名單拿了十五分之一 一號名單拿得最多 對不對 對不對 二號名單拿少一點 三號名單拿最少 也就是沒有議席 正確分配 對不對 那 沒錯 這個漢敵法是其中一種分配方法 那剛才說的 香港就不是用這種分配方法的 那香港用什麼分配方法的呢 那首先我們看看 又是有三張名單了 一號名單 二號名單 三號名單 假設一號名單拿了五十張選票 二號名單拿了二十張選票 如果這個地方有十席的 那我們怎麼分配呢 我們用除數 首先總數 首先總數 這裏三張名單拿到一百票 那將一百除十席 每一席需要多少票呢 每一席就需要十票 那 既然每一席需要十票的時候呢 一號名單 就會拿到五席 五席 五個seats 那二號名單有二十票 那他就拿到兩個seats 那三號名單有三十票 那他就自然拿到三個seats 那當然啦 我們假設了這個名單 真的有五個人 因為是根據香港的立法會的選舉 可能那個名單一個人也可以 如果你議席 例如有十個位的話 就可以十個人也可以 那如果只有一個人的話 那當然就另作別論 那但是沒有理由每一次選舉 大家得票數是剛剛好 是拿到這些議席的 那我們又怎麼分配呢 那我們又看看下一個模式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模式 下一個模式就是 假設 名單一拿到五 拿到四十七席 四十七票 名單二拿到三十五票 名單三拿到十八票 總數加起來又是一百票 沒錯啦 有沒有計錯數呢 四十七加三十五 八十二百 現在十八 一百 剛剛好 假設又是有十個議席的時候 怎樣分配呢 先看一下名單一 有四十七票的時候 是不是最少應該拿到四席 最少啦 因為十席就可以拿到十 十張票就拿到一個議席 名單二有三十五票 就是最少拿到三席 名單三有十八票 最少拿到一席 好了 拿完這些議席之後 已經拿走了八個議席 剩下兩個議席 正 情況 危機出現了 兩個議席怎樣分配呢 如果根據最大餘額名單分配法的時候 最大名額最大餘額議席分配法的時候 就會利用他已經利用了的選票就會被飛走 因為他要拿四席 他用了四十票 所以這個名單剩下七票 他要拿三席 他用了三十票 這個名單就剩下五票 他要拿一席 拿了十票走 這個名單就剩下八票 那我們就看這個選舉結果 八、五和七來分配剩分的兩個議席 也就是說 名單三可以多拿一席 名單一也可以多拿一席 總數呢 名單一、二、三分別拿到五席 三席和兩席 合不合乎比例呢 我們可以看看 五席 四十七個巴仙拿到五席 差不多一半 拿到五席差不多 三十五個巴仙 有三十個巴仙的選民 幾個巴仙的選民支持他拿到三席 十八個巴仙 就是說有接近兩成的選民支持他 他拿到兩席 那麼 議席分配適當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香港現在用的分配議席的制度 總之你有多少票 總數你有多少票 那就除分多少議席 先分配左右足夠 令到可以取得議席的數目之後 再將余額 余額 余額 再分配下去 那麼這個呢 就是香港的名單分配法 那麼 但是呢 這個名單分配法呢 就有一小小的問題 那麼我們看一下 這個最大余額法呢 是會有一些問題在這裡 當他議席比較少的時候 而且你那個地方的選 即的政黨啊 或者名單 或者支持的派系 會有比較多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一些比較奇怪的問題了 那麼我們看一下先 好 假設 好 大家都知道我講比例代表制的了 那麼連比例代表制我都不要了 好 那麼假設 我們又是有三張名單 三張名單 OK 那麼名單一 名單二 名單三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 名單一叫民主黨 DP 名單二叫民建聯 DAB 不對 名單二叫公民黨 CP 名單三叫民建聯 DAB OK 假若 名單三 是一個比較少人喜歡的政黨 而名單一 名單二 是兩個比較多人喜歡的政黨 但是如果他們的議席 是這樣的時候呢 他們獲得的票數 例如這個區有三百個選民 投了票 那是不是有三個議席的時候 除了 那是不是每一百票就獲得一席 我們看看情況會怎麼發生 如果名單一 民主黨 拿了一百三十三票 名單二 公民黨 又剛好拿了一百三十三票 名單三 名單三 民建聯 拿了三十四票 加上三百 剛剛好 看看議席會怎麼分配 首先名單一 民主黨拿到一席 因為他有一百票 名單二 公民黨會拿到一席 因為他又有一百票 名單三拿不到一席 因為他一百票都沒有 正分的議席餘額有一席 那我們就將餘票 三十三 三十三 和三十四來做比較 OK 名單三 在這一個階段 也都會拿多一席 發生了些什麼問題呢 我們會見到 民主黨有一百三十三票 我們以圖像形式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好像跑馬一樣 一個表先 名單一 DP 拿到一百三十三票 名單二 CP Cafe Pacific 我以為是 公民黨 又拿到一百三十三票 名單三 民建聯 假設而已 這些不是真實數字 他只是拿到三十三票 因為當選的基數就是一百票 先斬一條線 很明顯 民主黨和公民黨都拿到一席 民建聯拿不到 但是在餘票比較上面 民建聯拿到一席 但是我們看看這個表的時候 我們就會見到 民建聯的票是公民黨的四分一 民建聯的票也是民主黨的四分一 但是因為議席三個分配的情況下 民主黨公民黨和民建聯 一人都拿到一席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議席少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會見到 很多的名單都是利用 未夠一席的餘額而當選的 也就是說他們是連一席的基本盤都拿不到 但是這個是造成了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的策略 選舉的策略 我們看看 為什麼是一個選舉的策略 好 好 假設 先講一下這裡 如果我們正常人想的時候 一些選舉 例如 有四席 這個選舉有四席 有名單一 名單二 名單三 那名單一 名單二和名單三 假設他們有 一百票 六十票 和二十票 OK 如果根據分 我們現在講四席的分配的時候 那就是每四十五票 就會拿到一席 那就是說 先拿兩席 然後名單二拿到一席 再比較余額 剩分十票 剩分十五票 和剩分二十票 就是名單三都拿到一席 又出現這個情況了 名單一拿到一百票 得兩席 但是名單三 拿到二十票 亦都有一席 五倍 他們中間的分別 但是議席的數目 只是兩倍 這個 當然 剛才提出的例子 就是因為我們的議席比較少 但是如果正常人想 我們如果議席數目由四席 增加到五席的時候 是不是這四個人一定不會 一定繼續當選 而且還會多多一個人會當選呢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情況是五席的時候 那會怎樣 如果同一個情況 名單一拿一百票 名單二拿六十票 名單三拿二十票 因為有一百八十個選民 五席的話 即是每三十六票 就有一個議席 OK 那首先 名單一 拿了兩席走 名單二拿了一席走 OK 名單三不夠三十六票 一直都拿不到 再比較餘額 一百減七十二 即是二十八 那跟著六十減三十六 即是二十四 二十沒有變過 OK 誰拿到二席 名單一 名單二 五席 一二三四五 比較一下 剛才有四個議席的時候 三張名單 一人拿了一席 名單一就拿了兩席 但如果現在有五席的時候 然後呢 看看情況有甚麼改變 名單一 拿了三席走 名單二 拿了兩席走 為甚麼由四席變成五席呢 名單三 由當選變成落選呢 沒有理由的 議席明明多了 為甚麼 他會落選呢 當然這個是涉及數學的問題 我無謂向大家解釋 但我告訴大家 原來真的有一個情況 就是明明已值多了 但是呢 明明已值多了 但是呢 本身有人當選呢 就可以變成落選的 但是呢 再講一下 下一個情況 好 好 好 讓我拆掉這些 不知在座 不知在座 有多少人記得 1998年這個選舉 1998年這個選舉呢 我們看新界西 NTW 新界西的選舉 當時有五席 五席 五席 OK 分別有 民主黨 當時的民主黨 當然有民主黨 自然有民建聯 不要畫到那麼密 大家看不到 有民建聯 除了民主黨 民建聯之外 那次的選舉 分別還有 梁耀宗 白頭腦 白頭腦 對 白 然後還有李卓人 還有鄉議局 當然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候選人 那些候選人得票比較少 就不在這裏多作討論 我們首先看一下 國人的得票是多少 先講民主黨 民主黨在1998年的 新界西立法會地方選舉的選舉裡面 就拿了十四萬幾票 十四萬幾幾 十四萬幾幾 這些後面的數字不寫了 如果我以bar chart形式 就是這樣 先講 那次的選民是有三十八萬人 三十八萬人登記了的 不是 投票的 也就是說 每一席需要 大概七萬七千票 七萬七千票 民主黨呢 拿了一十四萬七千票 OK 民建聯拿了七萬二千票 七萬二千票 七萬二 那些不講了 梁耀忠拿了四萬八千票 四萬八千票 好 李卓人拿了四萬六千票 好近喔 原來的數字到 鄉議局 也就是林偉強 就拿了兩萬五千票 好 畫一些bar chart出來先 沒有那麼多的 對了 當時呢 民主黨和民建聯得票的距離都挺大的 再加上白頭腦 仁哥 白頭腦和仁哥差不多 再加上鄉議局 OK 當選門檻在哪裏呢 當選門檻就在這裏 當選門檻是七十七萬 不是 七萬七千票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情況下 民建聯 先 不是 Sorry 這個是民主黨 民主黨那些 不要怪我 民主黨拿了一票 不是 拿了一席了 再比較 民主黨的餘票 就有七萬票 七萬 若莫 七萬二 七萬 四萬八 四萬六 剩下四個議席 分別就由民主黨 有兩席了 民建聯 有一席 白頭腦 一席 李卓人 一席 剛剛這個選舉結果 民主黨有兩席 民建聯一席 白頭腦一席 即是梁耀忠 李卓人一席 鄉議局一直都拿不到 但是假若 如果 當時還是前線的梁耀忠和李卓人 合作組成一個議席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變化呢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他們合作 白頭腦加李卓人的議席 就會是這麼多 總數就會有 先游了 白頭腦加李卓人的議席 總數有九萬四千票 九萬四 是 議席分配 我們重新看一次 先看一下 在議席分配上面來說 民主黨和白頭腦 兩條名單 先拿一席 那剩下多少呢 剩下17,000票 就看了 民主黨可以多拿一席 民建聯也可以多拿一席 17,000票 25,000票 17,000票 25,000票 鄉議局拿了一席 那也就是說什麼呢 也就是說 比例代表制的時候 如果 梁耀忠和李卓人合組名單的話 他們兩個合起來 只可以拿到一席 一席 但是 鄉議局 就拿了一席 那也就是說什麼呢 也就是說 如果大家 得票比率 是比較上 超過一席的時候 是可以做到 分拆名單 是容易些拿多一席的 因為大家都是根據余額來拿到二席的 兩個議席 鄉議局就拿到一席 沒有議席 OK 但是 做人就不要不自量力 不是每次都是 分拆名單 就代表你一定贏 那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 如果民建聯這些低能的 不是 就是民建聯 如果他 傻了 上一次選舉分拆名單 解決 兩條隊一樣 都拿到三萬六千票的時候 三萬六千票的時候 議席的分配就會變更了 我們又看看 民主黨又一席 白頭佬又一席 李卓人一席 剩分呢 民建聯 即使他票數差不多 都只會拿到 民建聯今次都拿到兩席 沒問題 因為大家都可以 這個是我錯 我計算上的錯誤 但是如果不自量力那個是鄉議局 那怎麼辦呢 不自量力那個鄉議局 鄉議局這些不自量力的 看看做什麼事 分拆名單 那就分萬多票 另外一條名單 就分萬多票 不要以為分拆名單 就一定贏到議席 不一樣被人贏了 暫時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一集 我們會舉一些更加實際的例子 講一下 如果我們用比例代表制 怎樣去配票 令到選民更加有意思的時候 我們可以令到議席拿得最多 當然每一次都會有風險 可能你以為拿得多 實際上是拿得少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